康公 紫航 鑫 曾坤 你好 你睡敵人 我睡在这边 由我和曾荤担任çon使者 其他人不许越来歧一步 你有什么 不想活着 是啊 是不是你啊 是啊 是啊 真是太离谱了 這樣都會出事情的 怎麼會太离谱 我做事情一向不安排出牌 我這麼做有我自己的道理 你不覺得這件事太荒謬啊 你像一個小女孩 跟一些正在青春期 雪氣方角的男生睡在一塊兒 哎,这,这,这不是羊肉糊口吗,这不是? 怎么会羊肉糊口呢? 来,来,你跟我来看看。 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为了要训练她们的责任感,而且要训练她们,不被女色所诱惑。 可是,她们知不知道那女孩子是厨艺啊? 不知道,我告诉她们是我的小表妹。 那为什么不抱姐去保护她呢? 我是怕那些控制她的人想报复她。 这样子安排最好了,让那些坏蛋以为这个小丫头很有本事,一下掉了那么多男生,接了那么多生意。 你,你真是的,我真服了你。 这艾小长知道了,一定会昏倒。 她不会昏倒。 我保证她把我开除。 好了,你回房间休息,我到楼下去打电话给徐老师,叫她们早点上来。 真有头。 老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接上那个小女孩,还真有疑状。 她现在,在跟四众酒队的每一个球员,在睡一觉。 她们回到南部。 那房间好不好? 这个丑闻啊,一定会非常的轰动。 是的,是的,我会照您的吩咐盯住她们。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没睡啊? 对了,明天几点到球场去啊? 八点。 那我明天气着弄就到。 很冷静。 老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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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老板啊! 老板啊! 老板, они conseguir了!? 老板! 就是乱洋洋的练习练乎不起劲 这也难怪他们了 我想你是不是能把那些啦啦队女生 早点带上来 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啊 吃啊 对啊 吃啊 差不多了 好了睡觉别吵了啊 你吃嘛 没有关系 真的啊 吃啊 没有关系 噓 他们回来 你们在干什么嘛 其实 我自己也想早一点看了你 好几天没看你 我自己也乖乖 我带什么破 这是奇怪 我的饼干怎么不见了 我是内裤了 只要是内裤吧 那我的内裤 你们在干嘛 你变态啊 这是人要做 你哪有要做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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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干嘛 其实 我 我是恨不得现在就能看到你 不 你听我说 我贞所里新来的大夫 我恐怕会走不开 我已经跟李明珍说好 请她带大家对去 兄妹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怎么是 东山 你听我说 这样你们就可以住李明珍家了 也就可以节省一点经费 兄妹 怎么回事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东山 我只是贞所里太忙 走不开 对不起 东山 我也预祝你们 旗开得胜 凯旋回乡 反正 我们再过两个礼拜 就可以再见面了 我会劝李小姐说 让她尽快明后天上台北去 就要在上台北之前 给你打个电话 再见 东山 杨家来一趟 谢谢 谢谢 秀美 我想问题好了差不多了 你不好意思再打扰你 明天我将和金芬宝家去住 我正想告诉你 多山 福布 赵主任他刚刚有打电话来 他请你明天 带拉队一起上台北去 给球员打气 他知不知道你不去 我已经告诉他 我真说走不开了 我想刚好可以让他球员 还有拉队一起坐到我们家去 这样也可以继续一些经费 那好啊 反正我家恒大够他们住的了 那我先打电话给丽娟 让她去准备 等一下 等明天早上 我帮你换个药之后呢 再做一次检查 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出院 可是我已经好了 可是你还不能乱跑呀 那我现在检查吗 我现在下班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客人也叫你吵架了 慢点 慢点 好了 不要打了 你干什么 我过来 你呀 天天就会打架 你会干什么呢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进去 没事 进去 你们这群天天就会打 还会干什么呢 这样子打来打去 人家真以为我们这里没有小偷了 吓什么样子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你快睡啦 快睡觉 快睡觉 不好意思啊 晚安啦 各位 这球队里边有人偷东西呀 真是丢脸 你以为是谁干的 还不是我们那几个宝贝 什么 我看八成是我们那几个宝贝 那几个宝贝少爷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 偷偷跑到人家房里去搞的鬼 你怎么知道 他们那几招我太清楚 你想想看 隔壁房间打成一团了 他们居然能够安安稳稳的在屋里睡觉 这不是很新鲜的事吗 这些个小混蛋这是 不过这一狡猾 我们大雄队不敢在这住了 我看了 过两天五 我们大概要断了 黄大夫 我的手以后会不会留下疤痕 当然会了 你当初自杀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这个问题 通常自杀的人搁碗都搁得很深 但是看你这个状况 就算留下疤痕也不会太明显 不懂 你这换什么意思 李小姐 我看过太多像你这样拿生命开玩笑 最后进入了鬼门关 生命很可贵 你这样浪费不觉得很可惜 你是说我假自杀 我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是真的想死 我是医生 职责是救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没兴趣 那你胡说帮到一大堆做什么 李小姐 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 很多事情很容易弄假成真的 拜风 外面有人找你 知道了 你好好休息了 待会我叫人送药进来 来 你是 阿宋 您认识啊 我忘了告诉你 我这次回上来 是为了还债 还债 我 阿宋 我们不会把你哥哥所做的事 全部记在你的头上 明朗老师 我哥哥 徐老师 我们知道阿宋在你这边帮忙 所以今天我带导豆要来这边看病 我没有想到你不知道他是 我说过 我回乡来是来还债的 只要以前我哥哥害过的人 我都会尽我的能力 默默地帮助他 李小姐 对你也一样 我哥哥快要死 在死之前 他特别叮咛我 带他长和他所欠的 是 你 就 没 老婆 你 我 我 我 老婆 你哥哥是你哥哥 你是你 從小我就看你長大 你內小聰明 我們都很喜歡你呀 徐老師 春生夫妻能請到這麼一位好的大夫 這是我們真上之福啊 阿嫂 這兩天啊 總覺得這個地方不太舒服 你幫我檢查檢查 好 你談談 你給你談談 好 很苦吧 好 好 拿到送茶來 要走了 謝謝 有夠再來了 好 那兩片 一邊請 一邊請 要走了 有夠再來了 謝謝 有夠好難 一邊請 一邊請 我總是覺得很擔心 阿宋這次回來是為什麼 是不是為了檳榔王的事 不會 阿宋和檳榔王 完全是兩種 你看不出來嗎 他跟他哥哥玩說不定 我知道阿宋是女婆說的 跟檳榔王是不同的 但是 檳榔王現在要死 阿宋不知道會不會怪在我們身上 他 檳榔王他是自己害自己 又沒有別人害他 就怕他不這麼想 萬一阿宋這次回來 是為了要替他哥哥報仇 阿宋 阿宋 我看你是跑不住 看你找人怎麼辦 阿宋 我看的人太多了 阿宋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如果要追究 是檳榔王對不起我 我這條腿是他廢的 我並沒有對不起他 他會被抓被判死刑 是他殺了公子 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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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淇 阿多 阿村 你一定要問清楚,不然我... 叫你別說你聽得無聲啦 你意思說,叫這台冰的玩笑地要好嗎? 阿公,別亂說 不要,你放心啦 你叫我怎麼做,我又不會做 請問你們哪位身體不舒服的? 你怎麼這麼小啊? 沒有啊 不打聽這誰的地盤,居然敢跑到這兒了 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啊! 啊! 我們愛幹嘛就幹嘛 趕快看 好 給我 給我 你講快棒了,你很高啊 好,你不要...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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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不要... 我給你了 我... 你不要... 我已經帶來了 我已經帶來了 天送... 很難受 我只是... 我只是在床上... 我就是... 我們剛才那個膝蓋就爛了 你剛才說 我怎麼比... 我們也拿走了 嗎? 那個前度還被... 他的腿是我哥哥害的 我就是怎麼會怕你 不,妳是說要聽妳哥哥來報信 阿公,不要這樣 阿宋,我告訴妳 妳哥哥被捕跟我跟朵朵都沒有關係 妳不要找錯對象 妳說這話我不懂什麼意思 妳不要給我 阿公,我自己跟她講 妳哥哥現在被關 是因為她殺了何光綺 才被警察抓呢 阿宋,妳要是不相信的話 可以去問妳哥哥 老大娘,這件事我當然知道 知道最好 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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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畢老王是我帶出來了 以前沒講過一點 社會叫人老等我自己卡關 老實說,警察不抓她,我也老不過她 她被警察抓到,算她命好 要是她落在我的手裡 就算我能饒她,別人也不會肯 就這麼說 朵安 趁朵沒人背的叫聲 我們不會跟她說那麼多 阿公 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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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一次回來 心裡有什麼不平 想替妳哥哥出氣 卻跟我瞭解 只不過妳要想想 卻對妳有什麼好處 我左視線看你到朵安 你也知道大大臂 便不是能駕駛 你想要對我有什麼動作 你未必站得了平衡 我們剛才說什麼 你都有聽到嗎 大都安美 我知道我哥哥是最有贏的 以前他到台北來看我的時候 我就勸過他 凡事不要做得太過分 可是他聽不進去 大都安美 我知道我哥哥害過不少人 我是學醫的 我以前就許下過冤華 只要我哥哥害過多少人 我就要救多少人 今天他這個下場 我早就料到 他如果不洗手 早晚會出事 怪不了別人 那你來這裡幹什麼 這裡要應徵醫師 我就回來了 我也想做點事情 我知道我哥哥在這裡頭 做了不少壞事 也做了不少念 事情既然講清楚了 還不送阿宋回去 再見你幹什麼 西西 對 阿宋 阿宋 以後你在這裡 什麼事情都不要怕 我會走 我知道 阿宋要來躲一下 阿宋 什麼事情躲下 躲 躲 躲 阿宋 我剛才這樣做 阿宋說你不回頭 你剛才不回頭 你弄起來 你 我又不跟你一樣的中 難道要別人說 我管不住我底下的人 你以後再敢變得我 偷偷摸摸的 過不著 好 是 你請 好 你也趕快